新疆作为中国拥有56个民族成分的地区,在人们印象中总与热情美好挂钩,它悠久的文化更是让人沉醉不已,迄今为止,在新疆的且墨博物馆内就摆放着从169个古墓群挖掘出的青年干尸,其中甚至可以清晰看到骨骼纹路,女尸的嘴唇上还涂着来自2700年前的口红。 考古学家在一系列研究后,得出了许多惊人的结论,揭开历史的阴影,这里是胜历史,欢迎订阅观看。 1937年,瑞典人沃尔克·贝格曼跟着西北联合考察团来到了新疆罗布泊。 在这里,他们无意间见到了一座神秘的古墓葬,小河墓地,并在惊鸿一瞥间发现了一具保存非常完整的女尸,然而由于当时条件限制,又准备不足, 沃尔克及其团队并没有完成考古工作,墓葬再次沉入沙漠之中,当时离开新疆后,考察团立即宣扬了这则消息, 但由于没有太多实证,并没有引起相关部门重视,直到1980年4月,电视片《丝绸之路》开拍彩景时, 考古学家穆顺英才随之带领团队来到罗布泊进行探测,自此,新疆古墓葬的神秘面纱终于被揭开。 但众所周知,沙漠的环境非常恶劣,要想到达小河目的,必须要穿过它, 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就是昼夜温差之大,有时中午的温度将近40摄氏度, 而到晚上又会降到零度以下,这让穆顺英团队在行径过程中苦不堪言, 穆领队只好眉眉咬着牙打气说,再坚持一下,相信这趟工作对中国考古发现将会是一个重大突破。 历经艰难到达罗布泊水域后,研究人员便很快展开挖掘, 果然,在这座墓葬群中,考古学家不仅发现了大量保存完好的干湿, 还出土了震惊中外的楼兰美女,楼兰美女出土时,仰卧在一座风石杀制土台上, 墓穴顶部还覆盖着树枝,芦苇草楼等物,在遮挡物被清除后, 可以清晰地分辨出女尸身着的毛织物与羊皮,以及足蹬着的粗线毛皮靴, 女尸早已被风干,但她的身体结构与轮廓仍旧十分完整, 只见她黄棕色的头发约一尺有余,被卷压在一顶垂着两个烟灵的粘帽内, 面部鼻梁高挺,眼窝深邃,女尸羊躺的姿势显得无比田径优雅, 仿佛童话中的睡美人般裹挟着千年前的风霜。 将古老的文化与历史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经医学检验后,断定该女子来自于距今约3800年前的古楼兰, 逝世年龄在45岁左右,生前身高约达到1.55米, 现重10.1千克,但关于尸体的身份却众说纷纭, 由于她具有典型的欧罗巴人特征,又年代久远, 考古学家无法辨别出她的来处, 不过这足以说明在几千年前的中国西部地区就已经有了完整发达的手工业, 以及出现了民族融合,人种混杂的迹象, 而这一切都是楼兰美女跨越时空带给人们的考古价值, 在上世纪90年代时,楼兰女士还在日本进行了一次展览, 并在当地引起巨大轰动,许多日本人惊呼, 来自四千年前的她还能如此美丽就像中国古神话中的妖精。 2003年时,国家文物局终于正式批准小河墓地的考古发掘, 随着考古队的进入小河遗址中的另一位影响重大的女士出土, 她就是当初沃尔克见到的那位小河公主。 在此,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其他163处墓葬, 消息一出可谓举世震惊, 这对全世界的考古发现来说, 绝对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贡献, 只见棺盖打开后, 这位千年不符的女士比之楼兰美女要显得更加尊贵, 她戴着一顶有着红色带子的尖顶粘帽, 穿一双长筒皮靴, 但做工显然更加考究, 这位女士的面容尽管也有着明显的欧洲特征, 但与之相比要更加貌美, 戴着微笑的脸庞与威和的双目就如同做了一场美梦般, 让人不敢打扰, 再根据对其骨骼。 牙齿以及碳14检测后, 考古学家断定, 她的历史要比楼兰美女还要久远, 在距今约4000多年前, 2004年时, 专家们争相对楼兰女士进行了炉像复原技术, 这是一项19世纪30年代才开始实行的法医学技术, 操作也极具难度, 当时复原过另一具楼兰女士的赵承文教授前往北京后, 就立即带领助手投入了研究, 赵承文教授首先将楼兰美女出土时的照片及资料, 输入自己研制的人像模拟系统, 在扫描出来的X光片中, 奠定大致骨骼基础及五官位置走向, 其次在按照美术、医学、 人体结构与解剖学原理, 从系统部件库中走出相应匹配的五官进行一一比对, 最后, 她通过查阅相关书籍, 根据当时地貌特征以及人类社会学, 对其进行了软组织复原赵承文教授介绍, 这具女木乃衣出土时, 头戴连衣帽, 下河前有线戴横穿, 显然是用来防风, 而身上的衣料又主要是棉麻混仿, 用来透气防汗,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 罗布泊在四千年前就已经干汗多沙, 这与女尸的面貌特征相互吻合。 二号, 一个戴着抑郁风情的美艳的女人, 便出现在人们面前, 眼睛深邃有神, 鼻梁高挺而肩, 红唇薄敏, 颧骨略高, 她的头上还被夹上了一顶插着三根艳灵的白色羊绒帽, 与棕红色的卷发交相呼应, 她栩栩如生的脸庞, 即使在现代审美看来, 也绝对属于美人级别, 据赵成文教授称, 这样的复原准确率约么达到90%以上。 在如今的新疆且墨县博物馆内, 还展示着许多古墓群内挖掘出的干湿, 在当地干燥的气候下, 这些干湿仍保存得非常完好, 其中在扎棍鲁克古墓中, 一具身着双色套头群, 保存完整的女尸嘴唇上, 甚至来自2700年前的口红, 也清晰可见, 扎棍鲁克古墓群是新疆地区曾经的 且墨国文化典型代表, 人种为欧罗巴人与蒙古人后裔, 有着距离2700至3000年的历史, 同时, 它还是昆仑山北路县市的最大墓群之一, 甚至已被国务院列为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其中, 从藏的24号墓时间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墓是整个城长方形, 藏有男女, 小孩共14人, 坑里共14具干尸依次排列, 据推测应来自于同一家族, 此外, 一同随葬的还有包括石, 桃, 木, 铜, 铁在内的器具与色彩艳丽的棉毛制品, 以及彩漆木书, 珠串发饰等文物, 不仅色泽艳丽, 种类丰富多样, 还能清楚辨别出其花纹与材质, 对此, 新疆游记中曾经这样描述道, 且木干尸可数千年不符。 那么, 这一切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呢? 据知, 埃及木乃伊的制作要经过一系列特殊处理, 再迅速脱水去除内脏后, 再用香料进行熏制防腐, 最后用布条包裹严密, 才能达到保存千年的目的, 然而在小河遗址出土的干尸身上, 专家并没有发现任何人工处理的痕迹, 这是完全暴露在空气, 土壤中形成的自然干尸, 是大自然的馈赠, 纵使历经千载, 也能保持完好形态, 为此专家来到了新疆玉璃县进行探访, 在这里, 仅存的罗布泊人后裔揭开了干尸形成的秘密, 在当地人介绍下, 专家明白了包裹干尸的棺木并不是普通木头, 而是沙漠中特有的物种, 胡阳木。 胡阳木自带一种白色液体, 被人称之为胡阳类, 它所释放的气体能够起到防腐作用, 再加之沙漠干燥, 高温的环境能够保持千年不符, 也就十分正常了, 而在远古时期, 人们甚至还会直接将这种乳白色液体涂抹在尸体上, 一用来防腐, 二来传达一种精神寄托, 不过专家认为, 这种乳白胶状制品起到的作用非常微小, 大部分仍然是因为干旱的天气, 当地基岩较重的土壤, 使之不易生出微生物的原因, 迄今为止, 且末已经挖掘出169座完整古墓, 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 而从古墓群的发现到后续的研究结果, 无一步展现出了新疆地区曾经的辉煌文化, 出土墓葬群的小河遗址, 据当时的楼兰古国约175公里, 而楼兰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神秘之地, 楼兰古国建立在公元前176年, 却在公元630年时, 却突然消失仅800年的历史, 只剩下一片废墟, 自太初元年汉武帝命将袭取楼兰后, 楼兰就已经归赴汉朝并更改名字, 因此, 《汉书·西域传》中记载, 《善善国》本名楼兰, 户签五百七十, 口一万四千一百。 尽管人口少, 但作为屹立在丝绸之路要道上的边陲小镇, 玉石之路的发祥地, 它的历史分量也不容小觑, 当时最富盛名的便是楼兰美女的传说, 探险家斯坦因曾在来自新疆三世纪的佛教壁画上 就目睹过楼兰女子的美貌, 他这样描述道, 她美丽灵活的大眼与微脸的唇, 都将我的心情引回到见到埃及托勒密和罗马时期 墓中绑画上的美丽少女时。 在公元三百二十六年, 企图割据敦煌的张俊攻打楼兰时, 《善善王元梦》就是献出楼兰美女, 才免去了一场战争, 后来《禁书》中记载道, 张俊不仅给了美人封号, 还特意营造了一座名为宾侠馆的宫殿将它安置, 此类知识还有许多, 楼兰就如同迷一般在灿烂的历史中昙花一现, 而楼兰美女的传说是为这个迷蒙上的一层风月的色彩, 如今经过岁月的沉淀, 我们只能从这些尸骨文物与记载的支言片语中 来窥探这座城曾经有着怎样的风华, 而不朽得的女尸也成为了美丽的见证。 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 能立刻与长子朱镖相并而论, 但朱镖贵为皇太子, 有博文强制, 体贤下世, 威望甚高, 自然是皇位的首选人, 朱元璋用武力打下了大明江山, 对于后代他自然是希望能众文轻武, 安安稳稳守护疆土, 多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稳固朝纲, 而不要像个莽夫一样只知道侵略和打仗, 所以他力挺朱镖, 替他扫除了重重障碍, 安排好了身前身后事, 就等着自己嫁和息去后, 儿子顺顺利利的登基, 谁知人算不如天算, 厚望在身的朱镖竟然年纪轻轻便允命。 死在了朱元璋前面, 朱元璋无奈只得在立心处, 其实要论个人能力, 朱棣绝对能力超重, 但皇位诚思关乎设计, 必须要推选他是稳重, 一心为民的人选, 才能胜此大任, 朱棣虽胆识过人, 武艺高强, 但是他心机颇深, 手段凶残歹毒, 把天下百姓交给他, 朱元璋并不放心, 无奈之下, 他只能立自己的孙子朱允文为储君, 朱允文才是皆平庸, 且人生的瘦小孱弱, 体弱多病, 朱棣败在这样的折手下, 实在是心有不甘, 但他也只能默默隐忍着, 立朱允文为储君后。 朱元璋猜测到, 应该会有很多人不服气, 所以先下手为强, 开启了一场清军策的行动, 他把当时跟他一起出生入死, 打下江山的开国元勋们, 一个个逼上绝境, 当年三十四名开国功臣, 最后只留下一名, 苟延残喘地活着。 就是这样一位心狠手辣, 又聪明狡诈的帝王, 为何偏偏忽视了朱棣这样的危险分子, 没能预判到他会毁了自己的精心布局呢? 其实并不是朱元璋不想杀朱棣, 他曾在红武二十年间, 就对朱棣升起了杀心, 只是一直觉得事迹不对, 所以最终错失良机, 当年朱元璋先是安插了许多眼线, 在燕王府里监视儿子的起居, 一直监视了六年, 才终于等到了杀死朱棣的契机, 红武二十六年, 朝鲜国向明朝进贡宝马, 朝鲜武王子亲自率领马队来朝, 路上途径燕王封地。 朱棣热情接待来时, 两个人把酒言欢, 畅聊了一整夜, 朱棣见自己的身世和武王子非常相似, 都才能过人, 却都不被自己的父皇重用, 于是十分感慨, 说了很多不慎尊重朱元璋的抱怨, 次日, 武王子临走前, 还将马队中的几匹好马赠予朱棣, 要知道, 这些马可是朝鲜国王赠给朱元璋的宝马呀。 这些事被燕王府的内奸们传告给了朱元璋, 朱元璋勃然大怒, 差点在冲动之下杀掉朱棣, 但当时二皇子和三皇子都还没有去世, 朱元璋与大臣们协商后认为。 此时杀掉朱棣, 难免令二皇子和三皇子生疑, 以为父皇要为太子杀掉所有的竞争者, 很可能会刺激他们起兵叛乱, 反而不利于朝纲稳定, 因此朱元璋强压怒火, 放过了朱棣。